大家好,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2月1日星期一的下行时间 今次有我们许乐山,还有我们的刘西兰,波罗仔,耳的台仰 大家好 我们的《望向全能战士》大马sir,马来近 各位朋友好 还有我们的澳洲红仔柄,震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震力好 请大家赞我们的影片,留言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说回 现在香港机场一定相当热闹,充满眼泪和拥抱 什么紧紧拥抱来代替讲话,谢震慕 无声防优星,突然忘了怎么抢 我感觉深深拥抱来代替讲话,应该是很麻 这次真是不过不过,就是为什么呢? 在机场上了很多BNO移民 要搭英国航机,要出发啦 昨天,吼啊 是啊,草伤感啊,很多行李箱啊,我看到很多那些小孩 跑来跑去的时候,我就想起一句话 汤文梁那句话,听到说为了个小孩,真是想吐啊 那些小孩真是无辜啊,这些是吧? 你爸爸要过去呢,要做送货啊,还是怎么样呢? 都要继续过去啦,或者去梁地 每天可以在那儿梁着地等啊,还是怎么样呢? 这个不得而知啦,这个离仇别墅啊,还是怎么样呢? 一件事啦,对于中方的所谓的叫做反制 你问我叫做反制呢,又不能说叫做很强烈的反制 只不过是将BNO不再承认它那个旅游证件 就是不试这件事呢,不是一件事这样啦 其实很简单,讲了给你听中方的,赵立坚啦 讲了中方的态度,究竟是怎么样呢? 也都说,将来可能会保留着其他不同的措施啦 就是有些什么措施的权利都会啦 那现在就说不再承认BNO是一个护照作为旅行证件 或者身份证明嘛,但是这个要讲清楚先 再也说会保留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的权利 那这个也都成为这些黄友啊 很大的叫做想像空间,也都是等于创作的空间 那有些东西都已经创作了出来啦 现在北角那方面呢,真的被他们搞得了一锅抱 我们接下来有一节呢,会继续讲一下的喔 那好了,对于赵立坚啦 就是中方那方面的那个讲法和那个态度这样啦 那都真的啦,就是他们现实了他们的梦想啦 就是BNO那五阶计划啦 那些人要蜂蜂去按啦,和蜂蜂去北角那里啦 那叶柳淑仪呢,又有一番讲话啦 那这番讲话呢,咦,除了激起了那帮的叫做黄友的心里面的疑惑之外呢 另一方面哦,他的支持者呢 大反弹哦,骂到他飞起哦 是啊,骂到飞起? 是啊,不是发到飞起,不是发发发发到飞起,骂到怕地啊 这次整个怕地啊,那所以呢,为什么呢,叶太在这个社会上和这个政坛上呢 是有一定的地位的嘛,所以你说的 高望重啦,是吧? 高望重,是没错啦 说了都是那个新闻党的头啊,的阿姐啊,是吧? 做个保安局局长啦 手底下这么多人啊 猛将于云 是的,七眉特眼啊,或者那些什么风水啊,奇人二事啊 什么都有啊,整班 喂,说话呢,我们首先要视视小心 好像这个电视剧那样 有冰冰波冠军哦,人家 是的,有冰冰波冠军,拿着球犯在那里 真的呢,跟电视剧一样啊,步步惊心 真是,很佩服,我都不会打冰冰波的 人家教的,真是很厉害的,教练来的 做BNO打BNO打BNO打队波,为什么 反正都没用,本事都对于某些人来说 又可以做旅游证件 BNO打乒乓球 什么事呢? 因为叶太出了一个新的论述 他又在电台说 中方这些反制行动 像正式姿态 没有实质作用 没有了道 哇 中央的东西没有了道?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教人做事 是不是? 我早就教了你 早就告诉你 怎样做的 我已经说了 想象究竟是怎样的 我说的方法是怎样 双重国籍 我已经帮你成功 炒起这个议题 你竟然将我叶楼属二台 反台 我帮你高高举起 你轻轻放下 其实 我说了 我看你叶楼属 那个徒弟 真是你 这个就是我们设计 对白者 这个不是真的叶楼属尔这么说 为什么呢? 中方呢 就算什么决定都好 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 考虑了全盘的大局 才是这样说的 是不是? 就是国家 肯定的了 一定是有他们当然的考虑 甚至乎在国际上的形象 甚至整体国家的形象 怎样去拿回来 或者那个主导权 你可能有时候 有些大家捉下棋 或者有些玩战略都知道 有时候叫做以退为进 你退一步 可能你是为了你将来的大踏步 作一个准备都不顶的 是不是? 如果你去到那么绝那么尽的话 那是不是会得不常失呢? 刚刚热太有一个新 在电台上面 说了新论点出来 哇 引爆很多人的神经 什么事? 他说 相信如果英方再有其他行动的话 中国才会考虑进一步的应对措施 那他形容 因这位BNO抗拳 而忽然去英国的人 喂 你们这帮人 只是难民而已 相信他们融入英国社会就有难度 就算是他们真的这样 我不敢一触竿打一船人 那未必是全部都是这样的 劉慧卿也在节目里有很多人说 你应该尊重香港人的选择 我也是这样说的 给他们自己 他喜欢走 就是阿富 是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中方的态度 其实都是这样 给你们过去一试 如果你们做了笨实的 确实的 你们到时候自己就会在网上怨的 是吧? 使鬼要阻止他们 你说是难民 还是怎样都好 他就难给你看 有些都是和你斗难的 就用什么这样说呢? 好了 接着 为什么有一些说法呢? 反而骂叶露淑仪 转头呢? 虽然是有些蓝丝罵他 看到那些桌上 说他傻 傻了 这句 原话来的 喂 让他们走就好了 起码不用回来 托衰家 就让他们走 那些黑衣来的 还有一个 因为叶太说了一点 他说之前有7000个BNO的持有人 透过特许入境许可 就是LOTR 我们经常说 笑这个叫law of the rain 形式已经去了英国 他说相信有一部分人 可能是参加过苏联 而担心被捕 或者不满港区国安法的 他们不需要资产 也不需要学历的審查 只是要缴交这个签证和保健费 他说英国要视这些人为难民 其实英国就没有正式说 这些人是叫做难民的 还有 刚才曾BC说一番说话 就是他这句 引爆了蓝营 不要用C字 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蓝营方面的神经 就是说 喂 我们就是最想这些人走 你为什么要阻止他们 不要踢爆他们 快点走 叫那些人 因为觉得 如果你曾经破坏过 或者可能他们未被起诉也好 或者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被起诉也好 但是 在蓝色阵营来说 他们会觉得 这些人是潜在 对香港不利的分子 就是他们对于香港现在 要回复稳定 回复正常的心是非常不满的 但是感怒不感言 这些人也是前 就是那个魔性 那个黑暴的魔性 已经是隐藏在他们生活的阴暗面里面 某程度上 那么蓝色阵营的一般人 就会觉得 哇 这些人都蛮可怕的 他们疑得他们快点走的 有一部分 其实看到他们 就是为什么我们看那些 会看到很多 哇 看到他们去到英国 在那里呱呱吵 又说怎么妻惨 他们很开心的 是吧 其实他们很鼓励 或者很想看到他们 去到英国的时候 得到 就是尝到他们的苦果 他们看到这些很开心的 就是他们会觉得叶太 你就阻止了这些人走 不要搞错 哦 现在变了某程度上 叶太一炮过 就得罪了两边了 外国的阵营 就是支持中央政府的决定的人 就得罪了 另一个角度 就是觉得 你不应该再挑动那帮人的神经 会不会令到他们 就是踢爆了这些 会不会是黑暴啊 会不会曾经做的那些什么人呢 就是想这帮人快点走 他们很害怕就是这帮人不走 好行达不送 是啊 是啊 其实有时候静静地 有他们的孩子自己走 就当没有事情发生过 就算了 是不是 其实我们也说了很多次的了 英国这次 LTR这些事情 都是 骗局来的 那 有些人 就是要终个头去 那就由他终他 我觉得是这样 没所谓 始终都是个人决定 是吧 那叶太太这样做呢 会不会 绑住别人啊 变成了 搞到别人再三考虑 是啊 不要想 快 快快走好一点 我觉得 是啊 那他就继续说了 他说 现在呢 考虑移民的香港人呢 或者应该要考虑一下呢 香港的那个经济下滑 还有那个叫做 或者觉得可能香港没有前景啊 所以令到他们有决心连根拔起 所以就会这样举加 要离开香港 会不会就是这样的意思呢 喂 我们以那个蓝色阵营来算 他们就很希望啊 他们连根拔起 很快点走啦 不要搞到 将那些黄色的思想 又要带入校园啊 又会影响老师啊 校一代啊 还是怎么样啊 就是如果你觉得 带去英国的校园就没所谓啦 是不是 哎呀 没错啊 哇 没错啊 台湾突破盲场啊 都可以啊 在那些小朋友的书包那里 就挂青蛙头 青蛙头 是吧 是吧 有只猪 还有呢 有那些伊斯兰的信徒 不要乱出只猪啊 分分钟拎起啊 英国 那就是在口罩里做个加油的那些 香港领一领便加油的那些 可以吗 是 搞英国人看中文 是 唱荣光咯 是啊 都可以啊 唱荣光咯 是什么借土地 We are British 听我们说 我们同租同近的 是吧 哈哈 再问多几句 这些人可能会有手机的 好像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lunch 那绝过的吗 还是 哎 那继续说吧 他們似是在電台上兩位姐姐劉慧卿VS葉劉淑儀兩個在對嘴 劉慧卿又說什麼呢? 他任何國家都有權按照他們的國家利益 隨時修改他們自己的入境政策 既然在這個時空英國給了香港人這個入籍途徑 就是表示英方研判過之後認為有需要的 大家都應該尊重香港人的選擇 他還反問葉劉淑儀說香港人去什麼國家?關你什麼事? 接觸到射他 不過葉劉淑儀也比較隱仰 其實卿姐這樣說我們都有一些隱喻在裡面 劉慧卿魔鬼在細節是什麼呢? 他講了什麼?隨時修改自新的入境政策 即是第五年 我給你入籍的時候 都是沒有了 那個資產值要去到奪奪奪奪奪才行 你有沒有? 你真的儲得很少錢而已 我不是很想留你在這裡 不如你儲多兩個錢先 接著拒絕了你 不可以申請 下次再留多五年 再留多五年看看你有沒有進步 才再給你申請 是呀 也挺慘的 住每五年 接著說你不夠 叫你回香港再儲錢 接著回來的時候 就要你重新再計五年 那你真是被人玩死 其實絕對可以 絕對可以的 他沒有寫死的 即所有的移民的東西 他只是說的 全部都是說出來的 因為他是說 叫你可以申請 那個last year 你可以再申請的 沒錯 而且最後那個決定權 都是在移民官裡 他給你申請 給你一個機會 你可以填一些方法 填了一些方法 建立移民官 這樣而已 這個已經是很寬大的了 英文已經搞死了 好像澳洲那些 即是立刻提供 他說既然你是英國人 IELTS 考4.7應該不是很難的 那就麻煩了 有陣子你考 考到你吐 我們今早上教了 有一節其實都講過 他們真的如果捱得到五年 第五年其實他們又要再給一筆出來 那裏每個人 那個申請 那個什麼申請 我們就不詳細講 Around每一個人 大人小孩都好 就要兩萬五港幣 如果你一加五 一加三口 這樣算 兩個大人一個小孩 這裏都有七萬多港幣 是不是 那裏有七萬多很多嗎 宜德文就 一定有的 有些不是的 有些我看到有些 都很少 都說要過去駁一駁的 那些 這個就真是 真是 那裏有港幣 那些人都說要駁的 很多都是 是 因為我看到有些說 就問人家 我香港八達通 還有些儲值剩下 怎麼在英國可以用得回 哈哈哈哈 搞驚啊 大哥 搞驚啊 現在真的圍著你轉的嗎 香港大哥 哈哈 痴痴地 就變了 就好像兩個阿姐 就一場口水戰 因為葉太 不知道是不是不習慣 跟阿廷姐在那裡 這樣鬥嘴 爆了這些驚人的 說法出來 還要說 哎呀 如果拿正來做 就很需要釋法 我們 我們記住的 那些黃友 是不聽的細節 只是聽過的東西 是很害怕的 只是聽 釋法 那是怎樣 馬上申請吧 不要說那麼多 因為到時釋法 怎麼辦 又這樣 又那樣 又那樣 他們就怕到這樣 應該這樣說 藍營那方面 或者叫做藍色 比較支持 其實傾向於藍色的方面 政治光顧藍色的方面 其實都心底裏 他們見到這些叫做BNO移民 BNO走的 他們都很開心的 真的很開心 是的 每次都住了 是吧 快點走 最好 要不要提醒他們 最好他們都踩了 踩了陷阱 是吧 是的 你還說他們是爛民 還是怎樣 不要啊 千萬不要啊 還要提醒他們 是不是黑暴 因為有些人的角度就是這樣的 喂 有些人 North of the Ring的時候 沒有走到 他們現在打算是黑暴 想用BNO走 你為什麼提醒他們 還是怎樣 提醒他們 怕了 不敢用來走 那就麻煩了 甚至乎 在流到BNO5街的時候 很快點走 因為 為什麼呢 藍色陣營的封面 他們有一部分 會覺得 喂 好像這麼久 還沒抓到這麼多的 還是怎樣 但是他們就留在社會裡 真的很眼淵 不如他們快點走 我也見過這樣的論點 所以為什麼 等他們沒發誓 我掛他們就對了 說老實話 等他們過到英國 等他們去英國受限 現在的論調是這樣的 任何阻礙這幫人走的人 都是他們的敵人 所以葉太 你要小心點說話 我們現在準備好 啦啦隊 那些叫做行李箱 可能一田 歡送團 歡送團 Fairwell Fairwell party Fairwell party 都開定了 上網開 我們 幫他們訂那些盆菜 Fairwell盆菜 你先送些盆菜 他們先吃吧 是 快點啦 Fairwell 吃多點 為什麼不吃Pizza 壽司 不要啦 你過了 你過了 就不能吃盆菜 快點吃 有得吃好吃 麥大好吃 這樣才是 叫你吃多點 米線 米線放題 燉湯 車子面放題 可以嗎 這個 車子面放題 難一點 所以呢 我們應該是 如果葉太 應該是鼓勵 他們的上司 跟兄姐一起 攜手鼓勵他們 不是阻礙他們 好 記住啦 那個 那個車 葉太 你不要跳出來 擋住他 跳出來擋住他 不可以的 人家明知要中國走過去 撞到牆 你就不要擋住人 他想去IFC留頂 你想阻礙他嗎 不是 我們應該是要順水推舟 你去吧 對 順水推舟 這樣才會 衝啊 很好的 那裡 有開過英倫生活 好正的 沒錯 幫他們起飛機 推整個飛機 推上去才是 是嗎 你怎麼會阻礙飛機 整個黨都在跑道 為什麼不行 幫他們起 不讓你們雙重國政 不讓你們回來投票 不要嚇他們 快點 記住啦 藍色陣營那方面 就不要對葉太那麼苛窄 好嗎 沒錯 手底下猛張如詠 好嗎 這次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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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